另外国际焦点还要带你来关注的是 乌克兰跨境攻击俄罗斯本土 而俄国边界已经撤离了12万多人 根据美国媒体的估计 乌军这次的突袭可能派出了多达5个旅 达到了上万人的兵力 而且已经深入敌影30公里了 从乌军自己拍摄的影片就可以看到 他们陆续在俄罗斯的领土上 插上了乌克兰的国旗 现在就连莫斯科周围也遭到无人机突袭 仰望夜空光点飞越背景不断传出爆炸 巨响防空系统击落来袭物体另一头 不寻常声响惊动俄罗斯居民 距离莫斯科31公里远的空军基地 以及边境城市遭无人机突袭 战争威胁步步逼近俄国政经中心 近期乌军频频清门踏户攻入本土 俄罗斯军队怎能做事不管 在西部库斯克开始轰炸乌克兰战车 因为乌军跨界攻击已经进入第七天 有士兵在库斯克苏甲建筑物插上蓝黄国旗 还践踏俄罗斯国旗 乌克兰宣称成功占领当地 即便面临激战 乌军仍然持续朝西北推进 莫斯科当局居然还说这是小规模入侵 前线敌死阻挡乌军的攻势 但乌克兰宣称调派数千名兵力 已经深入敌营25到30公里 难道这还算小规模吗 责任司机跟首度坦承 这场战争已经达到俄罗斯本土 复比式报导则指出 可能已经有高达上万名兵力 出动跨境攻击 涵盖各有两千人的五个旅 乌克兰各旅陆续上传战场影片 从占领地带走大量俄军俘虏 不少人手被绑住蒙住双眼 似乎要以牙还牙预备长期占领 专家表示基辅这回的攻势 不只要打击克里姆林攻势器 也有意增加领土谈判空间 将新的占领地当成日后筹码 包括天然气控制战 核电厂还有库斯克机场 都紧邻库斯克中心周围 这些都是乌克兰攻击目标 俄罗斯指控此举刻意破坏 稳定分散兵力 确实连乌克兰边境苏美居民 都说是为了保护他们 国家才会跨境指导俄罗斯领土 同时也增兵守护当地 库斯克日前遭乌克兰攻击 14人死亡 而新一轮攻势太突然 金融时报报导 俄军无力击退乌克兰 可说是守得相当减刑 周一贝尔戈罗德又继续撤离 1.1万人 先前早已疏散7.6万人 不过即便如此 俄罗斯的入侵没停过 继续打击乌克兰的多个城市 上周基辅遭俄军 非党攻击一对父子不幸丧命 就怕战争扩大到俄罗斯境内后 主战线会转移到另一侧 这时候炸波罗热核电厂又传出炮击声 还冒出浓浓烟雾 国际原能总署表示 目前没有核安威胁 但这个不定时炸弹 让区域恐慌再度升温 TVBS新闻综合不到 我们看到乌克兰以寡击中 那么如果是台湾发生战争的话 会怎么办呢 华山顿邮报日前就指出说 我国的一年制义务役恢复实施第一年 实际的报道人数是低于预期的 连带使得刺针飞弹无人机 这些人的训练 因为人数不足而难以执行 事实上军方其实早已评估 要等到三年后 也就是94年次的义男 大多完成大学学历后 义务役的兵员才会大量的进入部队 影响备战进度的真正原因 仍然是志愿役官士兵 近年流失过多 却又不容易着目 匍匐前进 下豪沟 94年次以后出生的少年郎 一年军旅之路退无可退 一如近期 国防部预告了修正服役规则 由于取消一无一一难 可基于加级因素提前申请退伍 尽管军方坚称 原因是待遇已经大幅改善 才跟进内政部 外界仍然质疑 本意是因为兵源不足 粉饰太平 我现在遇到兵源不足的问题 部队里面缺源的问题 所以我要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尽量在各方各面 让我的兵源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你消除这个门槛 基本上是希望留住 这样这一部分的人力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基本上还是治标不治本 难以齐齐的征兵困境 其实有机可循 大概都是这样的接训量 这样的小朋友们 变成说要三年过三年多过后 才会有那种大学生 毕业了才会有来露营的状况 可能就相对来讲 会比较好带一点 状况由小见大 陆军两栋六旅 两两两拐踢结冰状况 原定接满450人 实际只来了400人 两两两八踢数字的落差 又更加明显 一年义务一负贞第一年 政府依据服役的资格 预期9127人入伍 但各种求学缓征 使得实际数字确定下修制 7000人以内 就算到了2027年 94年次大专兵 近4万人全数服役 现代化的防卫做法 才有望扩大实施 手头丢了实弹 再学了完整枪支操作 但华盛顿邮报日前不解 刺针飞弹 无人机 等等先进单兵武器 却不见于新兵的训练菜单 明眼人清楚 问题并不在于以南数量 那么如果他分发的部队 并没有配备有红准 反装甲火箭 刺针飞弹 或是无人机这些单位 那么他们被挑选来 接受上述装备操作的课程 这样的几率也就比较低 那此外 以刺针飞弹为例 它是属于比较中高阶的专长 对于英文程度 教育程度都有一定的限制 那么相应之下 也造成了我们在选员时候的门槛 现行义务役训练流露 前八周的新训 重点在于义南游民转兵之后 观念和基本功的养成 下了部队 熟悉单位 跟自身任务后 才会展开专场武器的专精训练 不过师资够吗 第一个是越来越频繁的战备任务 第二个未来的五年 国军要接15种型装备 光是这两项 其实就已经让人力严重不足的 资源部队已经感到吃不消了 摊开国军部队边线笔公开资料 从2020年的89%逐年下滑 到了2023年6月 立法院预算中心的公告 常备部队支援役官士兵总人数 距离理想九成人力 还少了1.3万 前官员透露起因募兵 杯水车薪 有些人进来之后发觉 军中真实的情况 跟原来进来之前所想象 所宣传的不一样 现在民进党执政政府 跟对岸之间是非常强硬的 壁垒分明的一个对抗 全世界都认为台湾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一定会影响到流营的意愿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符合防卫作战需求的志愿役兵力 人力跟素质都无法将就 特别是基层干部人力不足的状况 如果没办法解决的话 第一个构成负责拘束的 这些守备部兵力 它也会缺乏一个坚固的核心 现在连担任打击部队的 常备部队联兵 尤其是战斗部队 他根本还没上战场 边线比就已经不足70% 当这个部队确渊超过30%的时候 他其实就必须撤离前线到后方增补了 在思考如何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指管 暂时缓解人力问题前 结构性问题不能再回避 其中的原因除了薪资待遇之外 还有就是人口结构 国内外局势变动 军人形象以及社会地位 以及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等 冰原不足这是一定会影响到 国军整体防卫战力的 现象发生在营内 但状况的根源 则是国家社会整体 都需共同面对 TVBS新闻罗斯宏一日辅 看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